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的身体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,比如经常出汗,腰酸背疼,性欲下降等,以为这是小问题,多休息就可以了。 但是,你可能没意识到,这可能是肾脏受损了,人的肾脏有很强的代偿能力,即使肾功能已经受损,仍能完成正常的生理功能,所以患者自觉一切正常。 当肾脏毁坏程度慢慢增加,耐长的能力也会慢慢衰浅,最后权限崩溃的时候,生命也会受到威胁。 除了肾脏抑受损外,四个早期尿毒症信号,也要注意点。 一、困倦、法力,这一般是很早的表现,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,因为造成人体困倦,法力的原因非常多,尤其是哪些工作上的拼命三郎。 大多将肢根就与工作压力与过度劳累,如果症状出现好转,则更容易被忽视。 二、面色泛黄,这是由于贫血引起的,因为这种表现进展比较缓慢,因此人们很难从这段时间发现自己脸色的变化,要十分信心才能察觉。 三、浮肿,这个现象就比较容易发现了,这是因为肾脏不能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,导致液体留在主制内,早期浮肿会出现在眼颜部和脚踝部,休息后会消失。 四、如果发展为持续性或者全身性浮肿时,病情就比较严重了。 四、高血压,因为肾脏有排水排纳的功能,肾功能一旦受损,体内的脑和水就会猪瘤,另外,肾脏在这时候还会分泌肾素,高肾素会引起血压升高。 因此,早期的鸟毒症患者,会出现程度不一的高血压,如果高血压合并凝血功能下降,容易出现鼻或要淫出血,要引起重视。 肾为人的先天之本,要想易受延年,养肾是第一位的,肾不好全身软绵绵,养肾很关键,保肾因从早餐开始,早餐吃得好,人获得的能量就多,在这个时间点多吃。 对肾好的食物补肾效果可以翻倍,肾材皆是危险性食材,在填饱肚子的时候,肾不知不觉就变好了,让人从早精神到晚,恰马骨早餐等食材包括,恰马骨,鸡松茸,发生,黑芝麻,黑米,黑豆,沙奥,芡食,核桃,枸杞等四十二种碱性食材。 旧食的做法是一一打碎成粉,入锅加水煮食,而当下最科学的吃法是用低温烘焙机蒸熟,再用细胞破壁机打粉。 这样食材的营养能更好保留下来工人食用,直接热水冲条就能吃了。 恰马骨早餐粉为什么能补肾?中医认为肾属黑,黑色食物能直接入肾,所以恰马骨早餐粉中的黑豆,黑米,黑芝麻中的营养肾能直接获得。 补肾效果好,恰马骨负含有激活性碱,含有多种营养物质。 长期服用可肉被解毒,清肝凝木,铁精壮肾,通便利尿,生化美容,精不强解,百病不生。 而桑肾也是补肾高手,因富含猛元素,能提高肾的活力。 古代人喜欢吃桑肾壮羊,前世具有补肾养皮,防止造性的作用,可套能补肾蛊,补浸血,增强人体免疫,还有枸杞等多种食材。 吃了对肾都是很好的,每天坚持吃,连吃一段时间,你会发现身体强壮有力多了,肾肾慢慢的变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